為了迎接貴賓 各單位常常請原住民團體表演 展現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特色 但表演團體的服裝以及舞蹈卻出現錯誤 男女身穿紅色族服 頭戴羽毛頭飾 網友與族人團體質疑 他們身上穿的到底是哪一個族的族服 認為消費了族群文化 其實不只是國內展演 甚至有一些為了外交到國外演出的團體 也錯誤擺出 除了舞蹈連服裝都有問題 看一下影片中被男族的服裝 胸兜白色 完全沒有刺繡圖紋 連腰帶都綁在前面 這些錯誤讓文化工作者認為 要做演出都應該要先了解歌舞的內涵 才能傳遞正確的族群文化 我覺得如果是以一個演出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應該還是要先比較深層的去考究 或者是去做一個填調 然後再進行這樣子的展演 因為畢竟是一個演出 我們表演的一些人員都一定要對他自己 當時我們今天所要表演的是什麼樣型態的舞蹈 我們就會要穿 要求自己穿什麼樣的服飾 如果是不同族群的服飾 不同的音樂 我們就必須要穿成他們那個族群的服飾 這樣才是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跟人家知道說 這個是哪一組的音樂 哪一組的服飾 我覺得這樣子對台下的觀眾 就是也是一個讓他們了解 更能夠表現出我們原住民的一些特色 雖然迪亞群團體表示所穿的服飾都是親自設計改良 是傳統與創新的結合 不過也是從事文化展演多年的 尼亞露部落文化團團長一故說 服裝雖然會隨著音樂節奏快的展現 為求方便會有所改良與創新 但不應該脫離傳統服裝基本的元素 比如說好 台東阿美俗它有一個P肩 因為P肩其實跳起舞來並不是那麼的方便 也許可能的話你可以把它變成只是單片 因為我們那個傳統的P肩 它是整個圍在我們的肩上 有時候你可以變成它只是一個單片 也許只是在一個肩上的某一個角落 那衣服呢 裙子呢 也因為過去的是要好幾片 兩片三片的 都要疊在一起 重疊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把它變成單片 而且是連結的 它也是一層一層的 但它已經是連結的 然後你只要把它 就是很快速的就可以把它穿在身上 是真的不能夠太短 本來是A字裙變成百折裙了 我覺得那也是變化的 有也許對我來講會覺得是過大了一點 因為我們過去是沒有百折裙 原住民族的服裝像是被消費一樣 在國外也有相同的例子 一張刊登在時尚雜誌的照片 讓知名歌手戴上一頂原住民族的頭飾 遭到社群網站群起攻擊 大部分的網友批判這是不尊重 是種族歧視 因為每周原住民族戴在頭上的羽毛頭飾 是神聖的 而排灣族知名設計師 曉筆拉安德烈就說在時尚服裝設計 盡量不配上傳統的圖紋護裝飾 來避免爭議 不管是在臺灣或者是海內外 其實有非常多這樣子的問題 一直存在 就包括就是美國印第安人跟 就是他們的傳統服裝被運用在H&M的 那個商品的開發上面 就是羽毛的使用 後來就是被印第安人 就是非常嚴重抗議 然後就是導致商品 就是全部的下架 原住民族的傳統服裝都是具有文化意義 同時也是在傳遞該族群的文化 不應該只是為了華眾取寵 卻讓傳統的服飾歌舞文化被遺失 今天我們在台語整理報導